米白色外墙的联动透天全新社区 看起来相当豪华气派 但边间这栋却突出一大块长方形的铁皮屋 两边都装有铁卷门和铁窗 后面还有一道小门可以进出 和原本建筑物相比非常突兀 仔细看这铁皮屋居然就盖在人行道上 民众发现后大骂 在路口盖为鉴 有想过用路人安全吗 根本是自私自利 照片PO上脸书社团后 网友也说原来买边间可以这样 真的长知识了 还有人批太狂目无王法 敢明目张胆霸占人行道 后台一定很硬 要不就是很嚣张 如果是自己的地的话 因为大部分都是大家都是这样子 周围的话也是在市区里面的话 影响到安全的话 我们坦白讲 这个是不OK的 县福建设处表示 房子是在今年四月竣工后就售出 但这处基地是自办重化土地 依法必须退缩两米作为人行道 人行道不能占用 就算申请增建也不行 地主在人行道上盖铁皮屋 就是违章建筑 你们进阶线两米的部分是属于退缩的人行步道 那所以看起来这一个的违章建筑 它就是盖在退缩的地上 那基本上虽然还没有完成查报的程序 不过很明显的是一个违章建筑 网友还特别找出Google图比对 发现原本人行道上木制座椅和路灯 在盖了铁皮屋后都消失不见 公所人员前往查报时也觉得很夸张 经过查报确认是违章建筑 将要求地主限期拆除 否则县府就要派人强制拆除 地主还可能吃上窃战或毁损罪 东山新闻 陈永逸在彰化采访报道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